那么在这个香港不断的 或者说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包含到这个美国来的时候 这个美国这个地方也是给予高度的关注 香港的这个经济自由 政治自由 香港自己的这个民众 对于现在这个中央的这个感受 那么世界其他的国家 对于香港 包含这个台湾 对于香港的关注 还有呢就是这个台湾到香港去 官员到香港去的时候 是不是要跟这个中联办官员见面 见了面的引起了诸多的这种讨论 或者是争论 我们想先听这个季硕明先生怎么看待 现在香港的问题 以及香港这个问题 所可能产生的影响 好吗 那个因为讲到香港的自由 我是觉得因为我是从那个内地上海过来的 我在香港那个30年了 我觉得香港是中国大陆 那个最自由的那个这块土地 那么不仅是中国大陆 整个中国 香港应该是确实是比台湾应该还自由 那么尤其是香港的经济自由 这个作为经济自由体 它是在全世界连续24年那个排名第一 就是经济自由 那个最自由的一个经济体 那么其实你可以想象 就是一个经济自由体 最自由的经济体 它其他的自由 如果说都是被剥夺的话 这个经济自由体应该不可能独立存在 它是一个最紧的 那个全世界最自由的 这个里面是会有逻辑关系的 那么那个这个现在社会上反弹的比较多的话 很多时候跟可能跟过去比较 就是你比如说新闻自由 那个2015年的这个香港记者协会 它所做的调查 就对民众对香港的新闻自由 有原来的这个四支 原来的那个2015年是47.4分 比2014年是新闻自由度是跌了1.4分 那么2018年又做同样的调查 它的新闻自由度是47.1分 跌了0.3分 就是说这个有些自由 有一些变化 那么但是整体上的香港的这个自由度 我自己觉得变化不是那么大 变化不是那么大 那么而且在全整个世界范围当中 那个都在发展变化的那个过程当中 香港的自由度 它的次序还是领先 这个不仅在中国整个范围 在这个亚洲 在全世界范围 它都还是出于领先地位 这个我觉得这30年来 我觉得没有大的变化 美国这个一方面是非常的担忧香港的这个自由的丧失 自由的这个变化 所以美国给予这个香港的民主派给了很多的支持 中共呢也只在美国在后面扮演的这个角色 最近香港的这个前政务司 这个重复安身到美国来 美国的这个领导人也接见了他 但是与此同时 美国还是继续给予了香港这个自由贸易区的这么一种待遇 也就是说香港的这种自由经济的这种地位 还没有产生根本上的变化 包括就是您刚才讲的 就是最近几年 全世界仍然是把香港评为一个最好的经济自由地 香港确实在过去这么漫长的历史中间 它扮演的就是一个自由地 它不仅是中国大陆的一个自由地 它是整个亚洲的经济自由 有政治自由的一个缓冲地带 甚至是一个集散地 很多的国家当时产生某种动乱的时候 那么他们的一些人员就到了香港 或者是某一些资金或者是财政受到控制的时候 他们的资金就出现在这个香港 香港呢也是中西方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缓冲地带 所以中共在1949年的时候口口声声要反殖民地 口口声声要反击这个帝国主义 因为对中国的伤害和侵略 它真的到了边际线上就不在动了 就保护了香港的存在 而这样一个当时候从政治正确来讲 从国家大义来讲 从口喊中华民族的独立来讲 那简直是不可理喻的一个漫国行为 但是正是因为这种漫国行为保住了香港 后来成为改革开放 也成为文化大革命 也成为五十年代很多人的一个幸福之地 一个经济发展的一个最开始的动力源 但是正是因为香港有了这样一种地位 有了一种价值 在1997年回归 这个过程中间 中共同意了一国两制的方式 一国两制的方式从本质来讲 就是承认香港有特殊的权力 特别的价值所在 否则的话一国两制一致了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 现在全世界对香港的担忧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虽然在经济自由度来讲 香港的自由的贸易行为 资金流动行为 都没有受到根本上的影响 但是香港引以为傲的自由度 还是受到巨大的伤害 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标志是新闻自由 新闻自由 出版自由 你简单地说 好像呢 你还可以出版批评北京的文章 你还可以发表批评北京的言论 你也有游行示威 但是游行示威这个过程中间 中共的警方 中共的安静系统 在后面是扮演了某一些操纵性的 或者影响性的一种角色 然后 新闻出版自由 一方面是传统的新闻出版自由出现了衰退 但是另一方面呢 中共的中资机构 通过经济的手段 原来控制了香港的销售的管道 原来的机场 原来的很多的暴摊 由于中共的力量使它消失了 所以 我们比较明镜 在香港出版几十年 对吧 我在季水明当年工作的 这个亚乐周刊他们还访问过我 那我说我明镜是成为香港出版自由的一个标志 如果我们能够在香港生存 那下面这个出版自由是存在的 那几十年呢 现在97年到现在已经有多少年了 十几年 还是二十年 二十多年了吧 97年 07年 现在多少 我们现在有多少年 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 我直接来讲 香港明镜的存在 确实证明了自由 没有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就是说 没有人说 吓唬你 何必你要出这本书 不出这本书 我们就把你灭了 没有 所以我们一直保持了这种出版的自由的程度 杂志我们高峰的时候 在香港十本杂志 出版社有好几家 但是我们现在真的是活不下去了 活不下去的一个语言是 一方面是读者 现在改变了阅读的习惯 这是全世界的大趋势 第二个呢 就是中国的海关 查得比供出供严 但是还有一个根本性的因素 就是我前面讲的 它用经济的手段 控制了这个销售的管道 没地方卖我们的书了 或者书店由于 早几年的 越境执法 使整个孔方呢 影响到了很多的销售的管道 影响到了发现的管道 那你没有了发现管道 如果有了这个自由 什么用呢 所以这个自由的恐慌 就这么蔓延起来 不要说香港很多老板 出于自己的经济利益的目的 或者是出于某一种自己的爱国情华 或者说大国情华 自己主动放弃了这个新闻自由 或者说对新闻有很大的控制程度 这是真实的状况 所以香港的这个自由 如果只是简单的经济自由 而没有这个言论自由作为保障的话 我觉得经济的自由也会丧失 所以呢 大家会感觉到恐慌 感觉到压力 我们也是这样啊 那以前 如果几年以前 别人问我香港出版自由怎么样 我毫无疑问说 没问题啊 对不对 但是你现在问我 我就有点疑问了 虽然我还没有直接受到那么毁灭性的打压 但是我的基本上的底没有了 对不对 你没有销售系统的话 你出事有什么用啊 对不对 所以还是受到很大的伤害 如果这个伤害继续蔓延下去了 香港的自由的地位 就保不住 这个我是觉得 要从两个方面去分析啊 尤其是新闻自由 一个呢就是 自由应该是相对的 它也有一个法律的体系来监督和保障的 有一段时期 那个 邪内地的政治斗争 宫廷政变 各种各样的消息 你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他都给你发起 我说一句话呀 我觉得您批评到了一个比较敏感的领域 就是说 香港 自由到了后来的这种泛滥的程度啊 最终伤害了自由 就是说 你比如说我们批评中国领导人 我们到现在为止 明镜电视台 我们胆子很大 没有什么顾及安静批啊 对不对 你也可以揭露那些隐私啊 我们发现了他有什么问题 你当然可以揭露啊 无论是他的私生 还是腐败 还是极道的行为 香港有一段时间 真的就是 已经不是这个揭露问题 已经不是批评的问题 是纯粹是编造的问题 这种编造把我搞得简直是 我都是晕了头 我后来都自己真的有一种怀疑 这种自由最终是对自由的伤害 如果自由没有责任的话 这个自由又有什么价值呢 但是您一讲的这个问题啊 其实还是自由问题 因为还是要通过政策的法治来解决啊 你可以毁谤 对不对 你可以去告别人清换了某一些 筹缓了法律 而不是绑架啊 对不对 而不是你这样绑架 整个性质就产生变化了嘛 对吧 这是这个问题 对不起我插了一句话 你说的是对 那个 就是 我说一说 我说这个是一体两面的事情 那个很多时候 这个做新闻已经丧失了新闻原则 那你的新闻真实性 你的新闻正义感 你的新闻理想 永远 会变成输给那些初次滥造的编故事 那去吸引读者的眼球 那么这个呢 其实我认为 就像你说的 他不是自由 而是伤害自由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媒体人的这个自我审查呢 这些问题呢也是存在 这些问题 说老实话 不仅是香港 甚至于 刘平先生你在的台湾 都有这样的问题出现 你就像 我现在 我出了本书 在明镜上也讲 就写 因为我去采访达赖喇嘛 八次去采访他 去了解 他的所思所想 他跟北京的矛盾 应该怎么解决 那我就把这个 出了本书 结果 台湾很多出版社是担心 他不敢出 到香港 香港的书店也很难进来去卖 其实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探讨性的 写的都是真实的故事 没有在夸大或者说 鼓吹什么独立 要分裂国家 还是把一个历史的真相和现实 呈现出来 但是很多出版社 他就不敢出 不敢销售你这个书 那就这个里边呢 有两个方面来组成 就是受到内地的这个 比较强大的这个发展和压力 别说老实话 别说香港 别说香港的媒体人 就是美国这么强大 他也对中国的强大 感到有些威胁 感到感到不可思议 其实这个 是一个社会发展的一个客观现实 那个很多时候 有些人胆怯了 他做了一些这个自我审查 这种情况不仅香港 台湾也是会有 台湾也有这样的情况 主持人 好的 我这边这个要 特别请就教于两位 是 刚才谈到柳关仲 新闻自由的问题 是自由可能遭到滥用 所以自由也必须 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要有一个法治的精神 我当然想请教两位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 就在我们节目 录制之前的不到半个小时 读到一则讯息说在香港那个地方 出现了一些抗议活动 这个抗议当然是因为 觉得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压力 让他们越来越担心自己的前景 比方说有一个抗议的布条上面就写的是 或者是这个抗议的演说中间谈到说 如果你相信北京的那个专制政权 那就等于你相信猪会上述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回归二十多年之后 对于中央的这种信任是越来越低了 特别提到了一个就是 前几天的 刚才和平先生讲的 陈帆恩生他到美国来访问 特别提到一个逃犯条例 他说呢 因为这个条例的关系 让北京越来越担心 一国两制能不能够有效的实施下去 我的意思就是 在回归了二十多年之后 那就好像这个结婚的 头一两年的时候 这个是摩擦会比较多 那么到后来老夫老妻了 应该是越来越可以融洽的相处 那么为什么现在到了 回归了二十几年之后 反倒问题越来越严重了 是这个谁的狐狸尾巴给露出来了吗 或者是哪一方的要求 现在现在过了份 谢谢先生和何先生 你们怎么看待 香港的除了自由 自由之所以能够得到保障 我们一般来讲 香港是没有民主 但是有自由 但是这个自由谁来保障呢 自由如果没有责任 那就是犯了成责 自由这个保护 恰恰是香港的独立司法 所以香港现在的一些法官 都是好像是英国人 这种独立的司法 他没有 就是在几十年来讲 讲老实话 没有受到非常大的伤害 相比自由来讲 司法的信心 我对香港一直是保持到 对我香港的信心最重要的一个基石 但是现在的 香港的司法 在引动方面遇到了一个难题 这个难题就是说 有一些逃犯 把香港变成了一个自由的逼方港 或者是他人身安全的一个逼方港 或者是他财产的一个逼方港 但是呢他确实是在中国大陆 伤害到了中国大陆的民众 或者伤害到了中国大陆的政权 或者反过来讲 在另外一方伤害到了香港的权力 那大陆还比较好办 远远把他送回香港 但是呢 逃到香港以后 送到中国大陆是变得特别敏感的一个事情 因为关键是两个地方的司法 完全不能对接 国际上引渡的一个基本原则是 两个国家有法令应该对接 如果你不能对接 那你怎么能 我怎么能放行 让这个人受到公正的审判呢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 现在老百姓特别担心 不是说一个什么逃犯 现在的合理性的问题 从合理性来讲 引渡都有 但是从法律的原则来讲 两地的法律的不能对接 那是最终会对香港的这个司法 会产生非常大的伤害 因为 首先 你要经过香港的一般的司法 要认定这个人 他犯有某一种罪 或者某一种行为 应该把他抓起来 或者应该把他遣返 但是万一这个人 中国大陆所提供的这个材料 根本就是错的 因为中国大陆你没有公信力啊 香港的司法 要把你送回到中国大陆去的时候 受到不公正的审判 那这就是对香港的司法 就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矛盾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香港人的 过度的反应 在一般人看起来 好像很极端的反应 其实是有它的合理性的 香港人是有一种疑虑 是有一种担忧 就是那个大陆 会利用这样的一个修例 来就是获得他们的利益 因为他提供的材料 他的这个审判制度的不公正 那么使得就是移交的这个人员 受到不公正的这个对待 或者说他会用很多其他的罪名 来把你要回去 但是我是这么想 首先这个修例不是因为大陆的案件引起 还是因为有香港的这个罪犯在台湾犯了罪 杀了人跑回香港 那么如果说按照香港的这个司法 是没办法审判它的 有可能不久就要把它放出来 就是就就就就就放生了 那么就引申出香港该不该是一个犯罪的一个 那个避风港 那么实际上我们也知道 内地有很多这个在里边犯了事的 就是原来在在香港落脚避难很多 那么最后大陆是采取什么方式 就是秘密绑架要绑架出去 而且这种绑架也得到了香港的某些司法机构的默认 按照道理说你完全可以查得出的 但他查出了那个内地不配合你 那么与其这样 让这样的一种行为规范化法制化 其实我看现在的这个修例也做了很多规定 比如说他要求你要求引渡的人 必须通过香港的司法法庭来审判以后 觉得符合引渡要求才引渡 或者说有关政治犯对吧 那个不会去去引渡 就是说其实关键不是引不引渡 关键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保证这个引渡的合法性 那么这个我想香港目前还有司法独立 他应该可以这个有条件做到的 那与其北京对某些人他要抓回去就直接在香港执法抓回去 那个这个在破坏了一国两制 还不如把它规范化 你在规范化过程当中 是不是也可以强调突出 北京不能就是越境在香港执法抓人 你要通过合法的这个途径 就是说把这个让中央可以给一个保证 那么对香港多少也是个保障 那我是这么考虑的